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牛杂煲 牛杂火锅的做法 主要原料有 牛骨 也就是牛肋骨 牛排骨 我们要选用这种 不用带肉的 关骨头就可以了 猪童骨 选的时候最好也是 不要带肉 牛肺 牛肺 牛肠 牛肚 牛肚 牛百叶 也就是牛味 好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清洗 我们现在开始清洗 牛肚 我们买回来 和牛百叶 这个 买回来的话 它会有很多黑色的 这里我教大家怎么处理一下 我们可以取一盆热水 放在里面 烫一下 烫个五到十分钟 我们再来清洗 牛百叶和牛肚 是很难清洗的 清洗的时候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先给它烫一下 等一下再清洗 我们首先把猪骨 牛骨 清洗干净 这个只要把这个血水洗干净就可以了 完整视频教程 联系微信QQ136-5258-900 136-5258-900 煮干净 这已经洗干净了 牛肚子 牛肚和牛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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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干净 洗干净 牛腩我们也是把血水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是牛筋 牛筋我们在洗的时候放一点点盐 可放可不放 牛筋也是比较好洗的 牛肺 牛肺我们首先洗的时候 就只要把这个血水稍微挤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清洗是在废水那一步 好